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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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作风 化作雨 化作春 走向你 梦如生 梦如影 梦是遥望的长矣 化作烟 化作泥 化作云 飘向你 似入海 梦如生 思念醉 遥不可期 你温馨 湖水 偷走她的几分美 时光一去不再 心事淡淡留给谁 你温馨潮降水 淘尽心酸的滋味 上半颗烈人喜欢不回 上半颗烈人喜欢不回 圣君 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 有人说天才都是逼出来的 你怎么看 我觉得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抛妇产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问吧 成家立业 成家立业 这句话的意思 是不是要先成家 然后再立业 不一定 要看情况 有的先成家 有的先立业 那你看我是应该先成家 还是先立业 你呀 那 先立业 为什么 你觉得就你这长相 没立业的话 成得了家吗 你最近没事吧 没事啊 我正想去上班 怎么了 这两天你没发说说 也没刷朋友圈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亲爱的 你昨晚打呼噜了 胡说 我睡觉从来不打呼噜 隔壁牢里对我说 我昨晚上打呼噜 吵到他一晚没睡好 他说的是你打呼噜 关我什么事 可我昨晚值夜班 没在家呀 哈哈哈 经常听人家说什么 聊天止于呵呵 我就不信邪 怎么个不信法 昨天跟喜欢的妹子 发信心聊天 告诉她 我喜欢她 结果她回复我呵呵 然后呢 我随即发去 呵呵你妈 你们这还能聊得下去吗 能啊 后来我们聊了好久呢 真的 呲呲的 只不过她说话好难听啊 哈哈哈 你年纪这么大了 为什么还不结婚 还没找到合适的 那你爸妈不着急吗 着急我 天天逼 你爸逼 还是你妈逼 你妈逼 你有炒股吗 炒啊 怎么样 你买的那只股情况如何 一直在跌 那么惨 哎 不说了 想到就心烦 那你晚上睡得着吗 睡得像婴儿似的 这种情况 你还能睡得这么香 谁说睡得香了 你不是说睡得跟婴儿似的吗 对啊 跟婴儿似的 经常半夜醒来 哭一会儿再睡 要不要陪我一起去玩玩 去哪玩 去夜总会 找个小妞耍耍 我不耗这口 你自己去吧 一个小时后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爽就走人啊 小姐不漂亮吗 样子还可以 那为什么不爽 太不会聊天了 你和她聊了啥 我问她 你出来干这个 你家人知道吗 她居然回答我 那你出来干这个 你家人知道吗 哈哈哈 花心谷 你在干嘛呢 在忙 忙啥呢 神神秘秘的 拉大便 我擦 不用 我自己来就可以 哈哈哈 哈哈哈 亲爱的 你有没有误会过什么人 有啊 谁呀 你妈 你呀骂谁呢 我是说我 误会过你的妈妈 怎么个误会法 我们刚恋爱那会儿 她不是对我们百般阻挠吗 是的 所以啊 当时我很讨厌她 这不算误会吧 这是讨厌 算啊 我当时以为她是看不起我 现在才发现 她那么拼命的阻挠 原来 全是为了我好 天气预报说 今天可能会刮台风 然后呢 有什么影响吗 一刮台风 我就好害怕 不用怕 就你这体型 即使所有人都刮跑了 你也刮不走 我就怕这个 哈哈哈 亲爱的 你造吗 造什么 你看啊 你花一万块 给我买个包包 看上去你好像出去了一万 但实际上 我们家一分钱都没少 因为 我同时得到了一个 一万块的包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这种不花钱 还能让我开心的事儿 你为什么不做呢 哈哈哈 你看上去好像很不开心 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被甩了 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吗 是的 都这么久了 还生什么气啊 他不要我就算了 重新找一个 居然还那么丑 那你还真得长点心了 为什么 他宁愿要个丑的 都不要你 你说呢 小不点 这次下山历历 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有啊 挺多的 说来听听 太多了 说不完 那你就随便说一个嘛 我们去过一个村子 村子里所有的小孩 都长得不象爸爸 好玩吧 你说的是王家村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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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有人说断食两天以上 可以重启人体免疫系统 这种观点 有科学依据吗 还有另一种观点 估计你没听过 什么观点 段时二十天以上 不光是免疫系统 整个人生都可以冲击 小伙子 你知道电影院怎么走吗 前面过两个红绿灯 第二个十字路口左转 再走五十米 你就能看到一个步行街 电影院在步行街上吗 不是 那条街上人多 你可以问问他们怎么走 怎么愁眉苦脸的 我老婆意外怀孕了 那不是好事吗 这你妈算哪门子好事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 如果孩子是我的 能算意外吗 小谷 怎么样 师父昨晚的表现还可以吧 讨厌了 师父 怎么问人家 这样的问题 我想知道你的感受吗 人家 不好意思说了 都那啥过了 还害羞什么 而且这绝情殿内 就残不良 你可以随便说 感觉 就好像一个美国演员 谁 理查德 泰森 大家好 我是鸡鸡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想表扬我 鼓励我 请扫描隔壁二维码 或搜索微信号 简笔笑话的拼音 关注我的微信平台 我在那里 如机适可地等着你来表扬 如果你只是想和我交个朋友 发展一段纯洁的友谊 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简笔笑话的拼音 等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